- 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耶,好,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在进行,就是我们的夏日限定片,那今天是POP3,好,打不开,打不开,卡住了,好,那今天阿金跟Melissa呢,我们就是想要,呃,就是带给大家充满了阳光感的一集,没错,现在是夏天,炎热的夏天嘛,对,最近38度, 诶,有到38吗,好像有,就是持续升温,我觉得我在外面都要烧气,非常有炎热的灼热感,对对对,然后想到夏天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会有那种很大很大的太阳的那种感觉,对不对,然后所以呢,在金油里面有这种很有太阳感觉的味道吗,有,就是闻了你知道吗,我们有一支金油,它叫做我们的身边的小太阳,你知道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身边的小太阳,对,就是温暖阳光的小太阳, 小太阳,我们现在是外面是大太阳,对对,那我们需要一点愉悦的心情,啊哈,所以呢,我们有这一支叫做野菊,哦,甘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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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菊,就是过年会吃到的菊子,菊子,对,所以呢,那它让你闻到就是,你瞬间你知道吗,就是不会有阴天也不会有乌雨,就是有太阳 好啊,所以我们,所以好的是,它是100%纯的,但是伤心的就是,你们用到的菊子很快,对不对,很像酒精挥发的概念,没错,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解决的云香科的金油,记得,赶快拿开来用,所以阿基姆现在就开来用了,哈哈哈哈,它这个挥发,对,有恰一身,嗯,好,那阿基姆一下, 厉害手上,对,好,我现在是戴着口罩,所以只能隔着口罩,口罩,啊,你不觉得很香吗,啊,好香哦,这个好香哦,因为我在想,它其实可以变成菊子汽水吧,真的啊,对啊,我讲的起泡水,真的,真的,真的,我们没有鼓励单在这样做,对对对对,纯属个人喜欢,纯属它,纯属个人喜欢,纯属的石头,对对对,是不是,你看,它就是很像那个锅,甘嬷鬼的,哦,对对,锅完吉姆之后,对, 手也会有那个味道,对,它的军属就从外面萃取出来,OK,果皮,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画的主题就是甘嬷,那我们就赶快进入到会画的主题吧,耶,掰,咦,为什么是掰,是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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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基姆,你我的眼睛相信,你现在看到了什么,你在画面上看到了什么,甘嬷,你只要干扰老师画画,甘嬷, 甘嬷,我想把它滴一滴上去,请滴背面,等一下,等一下,等会放过来,等一下你画的时候会很像,它一滴下去,哦,我的纸张充满了精油,啊,这样要刷一块不行,这是我的画法,用手抹,嗯,炒蛋,满满浓浓的菊叶,这个是太阳耶,赶快乱刷,真的, 阿基,你知道野菊其实有一个厉害的地方,什么,他会招财,知道吗,你有听过吗,嗯,我知道过年的时候就是,橘子是吉祥的感觉,没错,嗯,所以也是,嗯,就是代表,而且你看就是甘嬷很多有大壳,嗯,感觉就很豐派,嗯,然后还有不会很贵,嗯,橘子不会很贵,橘子不会很贵,哦,橘子不会很贵,其实我都不太买菜的,所以我不知道橘子,但我们两个都是,对对对对, 其实我也是,嗯,对,所以我到现在目前还不知道一颗橘子到底是多少钱,但是呢,反正重点就是呢,它的香气会让人家呢,闻的就是开心,嗯,那你知道吗,人只要开心,好运就一直来,哦,所以呢,严菊除了可以招财,他还可以干嘛,招桃花,真假,招桃花,桃花啊,我说桃花就是,好人员呢,关系要好啊,嗯,看到你就会笑,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我现在呢, 我们现在的社会上,除了亚健康的人还有什么,不健康的人,不健康,对,除了身体,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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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上,心理,你的不健康其实都很多,嗯,然后很多的那个叫什么,亚健康,然后还有泪忧郁,泪忧郁,泪忧郁,哦,嗯,嗯,嗯,对,所以我们身边有多的这种潜伏在周围的人,嗯,这时候呢,当你让他,因为你知道吗,外面太,晒得没有很快乐,嗯,比如说你看到,你有一个朋友心情很硬,他出来怎么走啊, 你要去晒晒太阳啊,哎,一想到太阳,你知道吗,会有那种见光时,见光时是因为太晒了吗,还是什么,哈哈哈,还有光太强,因为我们现在正属于原热的夏天,嗯,所以我们太阳的非常大方,跟他说的很客气,他很大方,嗯,尽情地展现他的光芒,哦,对,然后呢,但是这时候呢,如果你身边的朋友,他就是不想出门,你不想走出来,嗯,这时候你就把他眼睛,摆到他的鼻子前面,哈哈哈,就像这样,我已经这样, 嗯,嗯,嗯,对啊,你看这样一碗,虽然你只有戴口罩,没有闻到吗,有,若曼,嗯,你不觉得他很了不起,橘子很了不起,真的,对啊,对啊,我想到那个,气泡,那个橘子,橘子汽水,其实我小时候还蛮爱喝芬达的,真的,是蛮甜的啊,然后后来就改喝雪碧,哈哈哈,但一样甜,可是小朋友哪有不爱喝甜的, 有吗,你不爱喝甜吗,我想说我不爱喝甜,对,不爱喝甜,可能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像小孩子,哈哈哈,你小时候不像小孩子,那你像什么,小大人,小大人,嗯,小大人,嗯,好,刚刚那个橘子星球,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弄干,等它干,像湿的拉搭的,但是有另外一种feel,超多的,哈哈哈,我觉得好像这个橘子星球,就是无限会长出很多客举,是,然后那个橘子,会长大成 哈哈哈哈,胃在上面游走,哈哈哈,这样很热,这样然后当伞子,真的,而且你知道我们刚刚上面有低筋油,所以当伞子的时候好香,超香,有橘子味,对耶,对,本人选错颜料,现在它就是很湿,对,但是有不同的效果,是,这果然是泡在气泡水里面的,橘子,橘子星球,哦,每一颗都是,就是泡水的感冒,真的,哎,我突然想到啊,那个人在泡汤的时候,好像会丢那个橘子, 然后有的是会丢苹果,所以就是它们叫水果的温泉,然后会依据它们当下的食材,就不是食材,就是,嗯,当下水果,食令的水果,然后就是把它放在那个泡水的那个,炒,炒汁,就是我去泡的话,泡的那些水果就都没人了,你应该不会拿它一起来吃,因为有很多人一起泡,哦,好,有点,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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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会有香气,就是那个温泉会有香气,好酷哦,对,嗯,那我们下次去日本, 我们戴来就已经快了快了,可以去飞,所以希望岛话可以,日本可以开放,我要每天注视着这个橘子星球,快点,这样我可以去飞,飞快一点,我要去泡橘子温泉,好,还是我刚才说我停在这里就好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啊,我们假装它干掉了,嗯,我们来加那个,感冒干,其实画画最好还是粉,就是创作的东西干掉比较好,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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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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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是,我们小时候会有吃,那叫什么啊,柳丁,然后橘子跟捧肝 捧肝,最近才发现有这个分别 就是橘子好像分很多种,真的 也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还有香吉士啊,想起来了 对,我觉得香吉士就是大颗的柳丁 香吉士,哦,就颜色会不太一样,有的比较橘啊 对,然后碰干就是皮很厚的橘子 皮很厚的橘子,大颗还有一个叶子 这种碰干就是皮的超厚的 还有那个什么砂糖菊,迷你的小橘子 那是台湾的吗,还是日本的啊 台湾有种,我后来发现就是其实我一些朋友他们 像花莲的朋友,他们也有种这个,也是有在卖砂糖菊 然后就小小一颗,但这个超甜的 那个,那个吃了应该会变胖吗 对,还有,就是我好像目前为止 那时候吃了,好像也只有吃到一两颗就藏鲜这样子 所以正常橘子倒是这样子 正常橘子完了 好像我很觉得我会见到正常的橘子 这样对吗,是不是 对不起橘子 有点电话性还没有很大 像我们也讲一讲,那帮你原本的橘子是怎样 他去哪了 他去哪了 这一颗很正常 乱画 真的 这有点像那个碰钢 因为他那个都会有点皱皱的 就是很像有毛孔粗大,比较大 哦 我觉得橘子有一片叶子 看起来就很可口 但他的叶子,他的叶子可以吃吗 不行 我想太多了 埃静你比我厉害 那已经是10省,什么都 就把他放到这里 但我还想多一点 那个,但是他的橘子皮啊 不是那个 有人会把它做成橘子皮干吗 就是那个 哦哦哦哦 但是没有 叶子都会清掉 哦 叶子跟那个枝都会 那个短枝芽都会把它 清掉 说底也是 那金老师的作品 哦耶 我好怕把它变成了苹果哦 不会 他还在橘子 他还在橘子 对 他还是橘子 还是橘子 那就好 只是有一些橘子长的形状有点诡异 那个啊碰钢 碰钢的形状都很诡异 我有看过一个 很像西洋里的碰钢的形 西洋里形状的碰钢 嗯 我觉得再下去他都已经进化到叶子 柚子橘 柚子橘了 尴尬了 温暖小野菊 温暖小野菊 没错小野菊 我的心情会开心 三眉就好了吧 好 其他就是套在这个 好啊,完成啦 好喔,然後對 之間的關係我就先畫到這樣 超美的,好可愛喔 大杯墊 大杯墊 大家沒有聽清楚以為是 大杯什麼東西 是杯墊 對,杯墊 但它也可以當小扇子 對,真的很像杯墊 只是它不是那種稀釋的杯墊 好可愛喔 而且我們現在夏天就是要 散風 而且我覺得這個 這個的材質很棒 因為我們後面可以滴精油 在散的時候還可以聞到 而且還不會滲透到 那個前面的 作品 好可愛喔 而且我覺得它剛剛像泡在水裡 現在很像一個一個要浮出來 一個一個要準備要衝出來 真的,我們夏天就是要出來走一走 如果在家裡的話 不想出來走 去看愛景老師的頻道 好不好 去陽台賽也好 去陽台賽也好 不然的話就是用野菊金油 好不好 好嘞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好可愛喔 拜拜 那就下個禮拜見 對,你掰太快了 各位小姐 好,雖然我們趕時間 對,我就想要趕時間 對,我們還是要做一個完整的結尾 好,那我們就下個禮拜再見囉 好,拜拜 拜拜